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谈香港电影 今天请到我们报道者在香港的记者关伟雄 来聊一聊香港电影 伟雄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听众你好 好 伟雄今天要带我们谈一下这个香港电影 伟雄做了一个关于香港电影的一篇非常深度的报道 在这一篇报道当中有提到 就是说过去十几年来 香港电影已死的这个争论一直存在 但是最近看到香港电影有很大的变化 伟雄可不可以首先先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最近香港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好电影 可以大概先跟我们说一下 最近有哪几部不错的香港电影吗 好 就最近香港这个电影 业内的人士或者是很多人都说它是一个小阳村 然后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有一些票房很爆炸性的电影 比方说在台湾那边也有放映的那个毒蛇大壮 就是香港电影史上面 第一部就在香港本地上映 然后就超过了一亿港币票房的一个电影 这个毒蛇大壮在中国叫做毒蛇律师 它是一个法庭戏由香港近年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喜剧演员 黄子华去主演的 然后他的情节就主要是一些香港回归早期一个挑战一些香港有钱人的一个官司 他就体现了一个没有权力的人 怎么去抗争一个很有台力很有势力的一个人 然后比方说有一部叫做饭戏公信的电影 他就也在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也是很受欢迎 他就是一部爱情喜剧 就有一点像那个加油喜事的这个格局 就是也是三兄弟或者是跟他们三个女伴之间的一些感情纠葛 然后还有一部就比较特别的 就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 因为那个题材或者是尺度 应该在这一个时代的中国电影的市场里面没有可能出现 因为他是讲述一个香港的贼商起案 讲述一个人在千夕年代的中西杀掉了自己的父母 然后他还在一个法庭上面就去自辩的这个样子 不定是正义回来 残杀了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 独舍道庄一样他都是法庭戏 可是他也有就是连带一些香港的起案片的一个格局 就很多人物的角度出发去重述这个起案的故事 然后他的一个经营观众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也有一些2019年之后的一些社会讽刺 然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一些很血腥 或者是一些情色的元素也在里面 可以说是香港那些我们叫三级片 或是在台湾的话就叫限制级的一些电影 那些很吸引观众的元素 这些就是比较票房比较就爆炸型的一些电影 这些电影都是最近几年拍摄放映的是吗 对对甚至就是独舍道庄还是在COVID-19之后开始拍摄的 OKOK所以都是最近很新的电影 对就最近两三年左右 那这些电影的比如说导演演员都是比较新的年轻的EP吗 比方说独舍道庄的话就黄子华自己是一个其实他不算是太新的演员 可是他在电影界真正取得成功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我情愿被人打不过比天收 因为90年代或是天机年代的话 这样的电影还是很多就比方说刘德华又清允这些明星 去当刚才有票房保证 然后还有一个年代就是黄子华出演的电影 才会被笑说是票房毒药的这样 然后可是在2016-2017年左右吧 因为他主要表演的这个媒介就是一个 我们在香港叫做动毒笑的一个喜剧 台湾还是人家叫单口喜剧 单口相声吗 对对是这种 或者是比较像英美的这种stand up comedy 比方说他是在2017年的左右 他就从这个喜剧的形式上面隐退了 然后他的focus就去了一些电影的拍摄上面 然后比方说我在文章里面有提到 安乐电影是一个香港最大的一个电影的发行商 他就开始找黄子华去主演一些 农历新年的档奇的一些贺年的作品 然后这一年的这部《独色大传》也是一个 在农历新年的一个作品 他的其他side cast就是一些配角也是一些比较新的人 所以可以说是有黄子华这个比较有资格的一个人 去带领一群相对上比较新的演员 去演出这个《独色大传》的电影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独色大传》还有《正义回栏》 都有一个现状就是他把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观众 以前没有留意到的一些刚草演员都带出来了 比方说《正义回栏》里面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有观众的辨识度的一个演员 通常他们都是在舞台剧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小众的电视剧里面有出现的一些演员 可是在《正义回栏》里面就因为他们的群戏是一个相当大的卖点 然后反而使得这些耕耘了很多年 可是没有什么辨识度的演员都出来了 给观众认识了 还得到了一些就香港电影像奖的提名之类的 这是一个很独特很特殊的现象 也是香港电影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现象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能在华人圈比较熟悉的香港电影 如果要说早期的话 比如说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这些人都是大咖明星 就是电影只要有这些人就有票房 那这些人拍过的电影 其实说不定很多人在电影院看过之后 又不断的在不同的平台上都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 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明星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新的 最近出现的这些新的电影用了很多新的演员 然后甚至有黄子华这个人 他是从单口相声的喜剧演员 等于说是转行 现在成为电影明星 进入这个电影界 所以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 那这些新的电影的风格又跟我们以前比较熟知的这些香港电影有哪些不同 以前的香港电影是不是都是动作片 警匪片或是喜剧比较多 香港黄金时代的电影怎么样的风格是比较快支人口 比较票房保证的 那现在这几年出现的这些电影的风格又有什么不同 80年代至90年代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当时候比方说有一些电影的明星非常红 比方说周星驰还有成龙 那个时候香港也有一个名字 就是双周一城 他们出现的电影 不论是什么题材或者是类型都是会非常卖作的 当然比方说成龙的话 就他的动作片就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类型 因为我们之后会谈到就中港合拍片制作的方法 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个类型是不是过去了 我说是不一定的 因为就在中国市场里面 还是很呵求这些20年前30年前非常快支人口的这些题材 所以还有一些就比较前辈的一些电影创作者 还会继续做这些题材 可是这些题材在中国大陆可能比较卖作 可是回到香港这边的话 那个票房也不一定非常好 比方说这个电影在台湾也非常卖作 就这个刘青云主演的神探大战 他也是一个警匪题材 或者是有一些动作的元素在里面 他在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票房都非常好 可是在香港这边的票房 就比较在中国大陆的话 就相对的非常讯息的一点 所以可能是香港的观众 这个市场开始没有那么呵求这种类型的电影吧 所以比方说我们在《顿与回答》 《范锡公星》《读舍大撞》 其实当然他们的演员 或者是他们的导演 都是一些比较心境的一些人吧 可是刚刚还没有谈到的就是 我们在《读舍大撞》 《顿与回答》这几部电影里面的导演 其实他们在行业里面都有一些经验的 他们自己也都有在一些电影工作者的团队里面 做过一些幕后的工作 还有《读舍大撞》还做了大概十几二十年编剧 他还有一些就是票房的大片的经验 所以其实有一种沉船的感觉 当然他们的视角跟上一辈的一些电影创作者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比方说《正与回答》 他当然有一些九十年代的一些香港的Cult电影 或者是一些比较偏风的一些电影的含滞 可是他还是很呼应香港社会的一些情绪 比方说他也有对年轻人的看法 或是一些对社会上一些道德规范的一些讽视 都在《正与回答》里面出现 这种内容上的不同 还是在老一辈的电影人身上比较难看见 陪审团 你们是不是已经有决定 是 那你刚提到合拍片的问题 这个就要稍微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开头有谈到过去十多年来 有一种说法说香港电影已死的这种争论 就是说早期香港的电影有过一段黄金的时期 香港拍的电影几乎都是票房保证 在中国大陆也好 在台湾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后来就是有一些导演开始拍合拍片 香港本土电影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然后最近这个趋势出现了一些变化 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过去十多年来 大家有这种香港电影已死这样的一个争论 香港电影已死的争论 确实是很长久以来都有一个这样的讲法 这几年就比较多人开始在 比方说一些就是本土电影的产量 开始下跌了之后 就重新把这个讲法拿出来 可是比方说在SARS的期间 或者是1997年到1700年代初 香港电影就经历了一个低谷 因为他们在90年代中期 双周一层的这个模式开到图米之后 他们开始经历一些比方说盗版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票房上面不理想的现象 然后当时的这个香港电影已死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票房 比较不能够支撑这个工业的生存 然后今天我们谈到香港电影已死 这个争论就在2021年左右吧 有一些网红就是一些YouTuber之间 因为他们分别是一些 香港电影工业里面比较老资格的人 还有一些比较心静的一些创作者 他们去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在说香港电影是不是已经没有可能回到 这个黄金时代的那种辉煌了 这几年里面很多人讲香港电影 比方说创作者或者是资金都已经全面的投向了中国大陆的市场 然后就在香港本地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创作者继续留下来 或者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去投资一点 比较相比较像本土铁地一些题材的电影 这也是这个香港电影已死的其中一个论点 可是这几年开始有一个潮流了 就是我们讲到像电影小阳春除了一些票房的爆款之外 还有一个浪潮 就是一些新导演纷纷出来去拍这些作品 而且他们拍的那些规模通常都比较少的 2021年的时候那个老前辈在YouTube上面说 就是抓住这一点去批评现在的这些香港电影 就是说那些那么低成本的没有什么大场面的电影 是不能够支撑这个相当电影的工业的 这样子 可是在票房上面也是非常的参赐吧 我们可以讲 一些新导演的一些作品 有时候会在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情况下 有一个不错的票房 可是这几年的一些有口碑的一些新的导演 去用一些低成本拍的社会题材的电影 其实票房也不算是太理想 就是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票房比较好的作品 都算是一些有类型背景 或者是一些工业工作过的一些经验的 一些电影导演去工作的 这样电影的整个线上就出现了 这两个极端的落差 我们这一粒层都不是的 那些不是常常看到我们的 不过不要紧 我们看到对方就行了 那你觉得香港的核拍片 它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它如何改变香港电影的一些现象 这些批评的原因大概都不外乎 就是觉得如果是用核拍片的形式 去开拍的一些作品 他们关心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损财 都不是在香港本地的观众会关心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们在核拍片里面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大陆的一些激进 或者是一些工作的人员 所以就算那个故事在香港发生 还是会有一点很不熟悉的感觉 因为就有一些不是在香港本地生活里面 会看到的脸孔 那个核拍片的一些问题 还有广受批评的一些 就是他们是需要去配合一些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些审查 或者是一些制作的一些规范 这在本地的一些评论界还是有一些批评 是会觉得有一些本来在香港派设的一些导演 他们本来在香港做的一些创作 他们的尺度还是比较宽阔的 然后他们在中国大陆开始创作之后 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审查 香港的电影往中国的市场发展 它其实面对的是非常严格的中国的一些审查 2018年就是有一个对中国的电影 或者是对一些合派的电影都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一个由中宣部的一个国家电影局的成立 然后除此而来的就是一些对于中国国内的 发行的一些电影的全面的审查的收紧 这个对于香港的合派片当然是不可以倖免的 因为他们就是在中国官方的一个督导里面 去开派的一些作品 所以年代就是2018年以后很多 就在合派片市场里面有发挥一些香港的作者 还是遭遇到一些困难 比方说这个周星驰 他的那个《美人鱼》这部电影在2016年 就打破了一些中国的票房的记录 然后可是他的这个《美人鱼》的第二集 就是在第一集的票房成功之后就开派了 可是就在这个审查的收紧之后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面试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 金王电影发行的这个神探大传 最近在香港的金上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后就这个公司的老板杨寿成 还非常公开的对这个香港的媒体 透露他们怎么去跟这个国家电影局去交涉 这个剧本还有电影作品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看到 就香港电影人因为通常在香港的创作 都相对上比较自由 他们如果去中国大陆的话 他们要面对这些什么困难 在这个杨寿成怎么去面对这个电影局的一些质疑 或者是审查的这个事件 可以看到一些端译 可是这个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全局的一个困难 就是因为很少有一些公开的文件留下来 我们只能够从这些比较敢讲的一些电影员的口中 去探听到一些审查的内容 总之就是说中国的审查非常的严格 那刚讲到2018年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国家电影局的成立 所以它的审查就越来越严格 那政策方面这几年是不是有越来越收紧的这个现象 国家电影局的这个 就是是不是导致了审查的收紧 可能也是有一些因素了 我们说这个国家电影局的重要性 除了在审查方面比较严格之外 因为它以前就是在一个叫广电总局的机构里面 跟电视剧或者是其他广播的每一届一起审查 可是现在它有一个专门去审查电影的一个 国家电影局的话 它整个电影的政策就相对的比较专门了 之前过去十几年 一些中国大陆的电影还是可以去金马奖的一个年代 那个年代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一些私营的电影创作者 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自主性去开拍一些票房的报款 这样子 可是就是在电影局配合这个中国的一些政策之后 它在2021年有一个发展规划 要自信的去宣告了 他们会用电影局去主导一些 就是票房报款的主旋律电影的商品 去拍摄一些中国官方 希望它的人民或者是一些外国的人士去看到的一些中国的故事 然后他们这些主旋律电影的票房 动辄都是有几十亿NP的票房 这个关键的变化就是 它的整个由上而下的规划相对的完善了 然后比方说香港的一些电影公司去参与合拍片的话 它本来还是有一些自主性 它去怎么规划他们的拍摄或者是拍片 但是在国家电影局这个整个规划的抓牢了之后 有一些比方说在宣传或者是在戏院供应的一些日期 这些部署都是要听从官方的指示 方说就是这个神探大帐 它去年在中国大陆上映之前 经历过几遍的这个档期的变化 因为他们要跟这个官方的主旋律电影的放映的日期去配合 就是要一些没有主旋律电影的档期才可以上映 所以整个香港的一些投资者会经历的到的一些困难会比较多 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就是他们把那些资金放进去了 然后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配合官方 还是配合了之后才不一定能够上映 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 所以如果是现在还是继续要投入这个合拍片的话 也都要继续面对这种不确定的投资环境 谈到这个香港电影 现在最近几年是窄露逢春 春天似乎来了 那您怎么看未来香港电影的前景 窄露逢春这个说法 我们是非常希望就是香港电影有一些更加多元化 更加好的创作 而且还有更好的票房 可是就我们在访问这个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绝天的时候 他也有讲到一些隐忧 就是在当香港跟这个中国或者是跟国际都通关之后 反而这个在疫情期间的一种 报复性消费的一个现象都随之消失了 就是放宽了一些疫情的控管之后放营的一些电影 在香港这些票房都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理想 甚至有一些电影相对的还是比较漂亮惨淡的样 所以我们在访问很多电影的创作者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其实不论是本地电影 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些前景 或者是合拍片能不能走下去等等 其实都要看这一两年就是疫情的状况放放了之后 这些电影能怎么做决定怎么去走下去的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就是合拍片 有投入过的一些创作者口中得知 就是一些合拍的project还是在疫情之后开始慢慢的回来了 然后一些新的导演 他们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之后 就没有政府的资金可以帮助他了 然后他们还要面对这个疫情之后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电影的小阳村成为一个真正的春天的一个期望 还是要看这一两年里面 香港的观众会不会继续在香港的电影院里面去继续支持这个香港电影 因为在开关之后就连一些 我们这几年在疫情期间有一些香港的明星的组合 比方说Vira这些 他们的电影的票房还是有一点保证的 可是从一些创作者的口中得知 他们的饭圈里面都包场观影的这个尝数也是减少了 可能很多其他娱乐已经重新的出来了 比方说去旅行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影忧是全在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香港的政府也是对于香港电影创作者的资源的一些加强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首部剧情长篇的这个资助 之前几年的这个金额大概在500万港币左右 他们现在会得到大概800万港币左右 对于这些未来几年要出来的一些香港的创作者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希望未来都能够看到很多的香港好电影 也希望这些香港电影都能够在台湾 也能够在中国大陆上映 在海外都能够看得到 OK 谢谢伟雄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 谢谢 谢谢伟雄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这一期的报道者时间 那我们下一次再会